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我們今天又再次聚會 雖然今天是颱風天 但是大家就在這當中 一起來敬拜主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是 我們講說微聲盼望 特別在像經過颱風夜的時候 大颱風我們一定盼望 家裡如果玻璃快要壞掉的話 這時候可能希望交代 成為我們能夠可以固定家裡面的 一個禮物在我們當中 根本放我們的人 我們的生命 我們需要有一個指引的方向 在我們當中 那麼剛才從第五章的一到五節 這個圖我想就可以很表明說 一二節的部分 因為我們跟耶穌得以 什麼樣子 藉著祂的恩 恩典是我們有罪的人 然後來到父神面前 因為這個恩典 我們是一個得以跟祂相合 但是我們有沒有思考到 有一點是當有時候我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遇到更大的困難 更大的挑戰 有時候可能是特別盡情的人 更是這樣子 或者是說 這個善良的人 他不主動迫害人 但是為什麼反倒被破壞 其實這一段經文 我們可以看得出 當時羅馬城的整個基督徒 這張圖大概可以說明一切 我們知道在古羅馬時期的時候 那個基督徒他們為了去信守 這個聖且仁愛跟和平和公民 所以他們拒絕去觀看競技場的 這種羅馬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提起很大的誤難 甚至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在整個教會歷史裡面 一直到君士坦丁大大地 還沒有把這個信仰立為國教之前 其實這一群基督徒 他們常常是被破壞的 甚至成為一個殉道的生命 殉道者的生命 像比如說在公元六四年的時候 羅馬城發生大火 那個尼路荒地 他可能是為了要蓋新城方的火 他是怎樣發生了一場大火 他就把這樣子的 原因歸咎在基督徒所做的事情 以至於導致很多人為這個信仰受到迫害 或者是有一些不信主 當時羅馬城不信主的人 他們也因為這樣子 去煽動一些反基督的情緒 去捏造一些對基督徒和他們的信仰 當時不立的謠言在他們的身上 這個是整個我們知道 在他沒有成為國教之前 在教會立歷史當中 我們都可以很清楚的 不管我們因為信仰立歷史 甚至教會立歷史都知道 那我們可以說 這群基督徒他們在當中 所以他們的生活 有時候對應到我們的身上來 於是我們有時候也會面臨到 這些當初堅持信仰的人 他們面對到我們剛才敘述 就是我們想像那個環境 他們也會面對到這樣子的 愁悶 孤單 甚至也會面臨到被逼迫 各式各樣的壓力 甚至我們剛才敘述的 他們有可能是在一個 不被理解的狀態之下 他們有這樣的狀況之下 所以我們來看這一段經文 就變成是保羅給他們的安慰 就是這一段經文 就成為保羅給他們的安慰 那這一段經文 可能對我們當中很多人 也都很熟悉 為什麼 因為比如說上個月 林書豪的爸爸來到我們這裡 然後因為林來豐的觀音 我們都知道這一段經文是 林書豪他在打球的時候 他非常喜愛的一段經文 那也因為這樣子這段經文 成為報章媒體 整個都報導的經文 我們可以想像的是說什麼 他爸爸特別有提到 其實他在從尼克隊到火箭隊到 湖人隊 當然現在已經有答案了 他在現在這個球隊 他在整個面臨 他要面臨的是什麼 白人黑人 他是黃種的環境 他在一個很高壓的環境 他在一個錯綜複雜 跳軌的環境下打球 但是患難 這段經文成為他在打球的時候 很高興的經文的安慰 但我們說患難 患難怎麼能夠是歡喜呢 好奇怪的一件事情 患難怎麼能夠是歡喜喜 怎麼會是歡喜呢 原來患難 聖經中患難的意思 不是不好的意思 患難的意思是什麼 患難是意思 他原文的意思是 有一點是壓榨打鼓的意思 我們都知道 這個壓榨 不是我們舉這個橄欖 或者是葡萄 我們都知道 他壓榨過後 他有好的結果 所以在聖經文的意思 這個患難 我們翻譯成中文的患難 其實他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他有積極的意思 這個是因為他知道背後 在這個過程之後 有一個美好的結局 所以他陷入一種開心狂喜的狀態 所以也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歡難中也是有歡歡喜喜的 因為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會想到說 這是聖經他原本對患難的解釋 跟我們一般我們可能不信主 我們對患難的解釋是不一樣的 你剛才講說 因為你知道這個事在患難中 這個事情有好的結局 有好的結果 所以他開開心心的 可是在我們一般不信主的環境之下 就是我升官發財才讓我開心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患難之中 保羅他講的意思是 這一群基督徒要因為被聖靈的充滿 我知道我們剛才所唱的丁橫手這首歌 知道說我的生命 基督徒我的生命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我知道我的生命要怎麼樣 我的生命要被練得更純淨 更美好 更美好 往美好的方向邁進 剛才我們用橄欖 用葡萄 有一首詩歌 就是練我越近 我們又把它打出來 他的歌詞有講說 你若不投入葡萄入炸 你就不能成為酒 你若不壓橄欖成渣 你就不能成油 你若不練哪達成高 就不能夠留芬芳 所以我們基督徒怎麼樣子 我們基督徒不是只有得救的生命 剛才我們第二章的畫 我們不是只有得救的生命 我們還要在這當中 成為一個得勝者 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在患難當中 他使我生出一個忍耐 忍耐不是消極的面對 如果我們不信主的話 我們對忍耐這件事情 我們可能是用消極去面對它 不是 在我記得 在前幾次我們有講到 聖經它當中的忍耐 其實它是一個積極的意義 有一個堅強的毅力在這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說西方有一個厭餘 如果你拿到的是一個檸檬 或者是你的生命 就像檸檬一樣 不好吧 酸酸的 甚至是苦澀的 難下咽的 但是呢 當你怎麼樣子 當你加上一點蜂蜜 你轉化的時候 它是不一樣的 它成為是什麼 好喝的 一個飲料 它不再是一個 是怎麼樣的生命 它不再是一個 我們拿到的 可能因為我們拿到的 牌 是不好的牌 是一個 像檸檬這樣子 不好的 我們可能就是 埋怨上 上帝 主啊 我這麼盡情的愛你 但是我的生命 卻充滿況野 但是我們要知道 有時候被厭重的人 他的生命可能是 充滿況野的 因為下一句話 第三節的下一句話 他有說過 忍耐生出老戀 這個老戀不是指我們 在工作上 我們在社會上所說的 它雖然翻譯成老戀 但是跟我們社會上所說的 成文老戀 是不一樣的意思 他在這邊說的老戀是什麼 是我願意在各式各樣的環境當中 在等待當中 在上帝的試戀的當中 我願意等待 成為一個試戀後的品格 所產生的老戀 老戀的意思是指這樣子 就像我們都知道 貴重的金屬 我們都很喜歡 特別是 你知道 越純淨的金屬 999純金 跟一般的金子 跟銀 一般的金屬 是不一樣的 貴重的金屬 它是要下去熬煉 才能夠達到一定的純度 在裡面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鑽石跟木炭 鑽石跟木炭 其實是怎麼樣 可能高中都非常清楚 就是 念那個 李克人都知道 鑽石跟木炭 它們都是 一樣的 都是炭的結構 木炭鑽石 鑽石是炭的結構 它有四面體 四面體做架構 然後在這個四面的架構當中 它有在三圍有序的排 排在三軌的結構當中 成為什麼 成為一個堅硬的晶體 我們也可以說 鑽石什麼 鑽石它的耐氧性比鐵 比銅都高 甚至怎麼樣子 鑽石在加工之後 怎麼樣子 鑽石在加工打磨之後 它的價格是更高的 而且還會折射出光芒出來 那左邊這個也是炭的元素 炭 是木炭的 我們知道 木炭的 跟剛才我們介紹 鑽石這邊的架構是不一樣的 炭 它的木炭的架構是什麼 它是六角形 鐵絲網架構 它一層層是鬆散的 我們都知道 不用念美術課 或是念設計的人 國中以上都會學過 那個 素描 木炭筆 只要輕輕的 掉在地上 就碎了 但是我們剛才有介紹 鑽石是堅硬的 甚至在琢磨加工後 加工後 更能夠散發 璀璨光芒出來 那我們可以想 同樣都是炭的元素 都是同一個家 原生家庭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會有如此的不同 答案我們都知道了 答案是什麼 因為環境是內在產生了質變 我們可以看一下 鑽石它怎麼樣子 鑽石它的養成 它是要在地底下 一百四十到兩百公里的 強大壓力 甚至要在四萬到六萬的 大氣壓力底下 還有一千到一千六百度的 高溫底下 才能夠形成這樣子的 堅硬的晶體出來 我們可以說 我們可以想一想的是 很多時候 我們沒有鑽石的生命 可是我們喜歡擁有鑽石 所以可能我們的婚姻 我們可能幾年就晚晚了 有人喜歡跟先生或男朋友要鑽石 可能就晚晚了 或是我們一面對壓力 生活上的壓力 課業上的壓力 我們就轉換別的方式去逃 去逃避 當然我知道你們剛剛沒有人進入網咖的 但是有人他沒有辦法逃避 他沒有辦法面對壓力 他就逃避 但是我知道 在我們這一群人當中 在你們當中 你們或許有人沒有鑽石 但是你們卻擁有鑽石的生命在裡面 我們可以說 都是同樣一個原生家 家庭 上帝他怎麼看我 上帝他對我的期待是什麼 他不希望我們是什麼 他不希望我們 因為我們都是他的孩子 他不希望我們是木炭 他一定期待 他重駕買出回來的孩子 有一個金金一樣的生命在裡面 我們都知道有孩子的父母 或是你在屬林 在生養孩子的屬林的父母 你都知道你希望你的孩子 你希望你的屬林的孩子 是怎麼樣子 是怎麼樣子 你期待他是更好的 是一個不一樣的生命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怎麼樣子 我們會想要的是 我只想要當木炭 我只想要有一個不勞而過的信仰 在我的裡面 但是我們在前不久 我們有知道 成聖的過程是不可能如此的 我們的信仰是不可能這樣子的 特別在前面的幾章 我們剛才看到 羅馬城當初的那一軍 基督徒 把我這樣子勉勵他們 我們的這個過程 不是說我們只會想要說 我只想要這樣子就好了 但是上帝從來 不是這樣子看我們的 上帝看你是寶貴的 你是上帝精精的氣你 我們可以說 我們向上帝來感謝 因為他用基督的生命 使我們跟他和好 我也要使我們更像基督 我們也要開心的是什麼 上帝用大自然萬物 他用什麼 他用鑽石 他用珍珠 來開啟我們 一個基督的生命 一個屬他生命 不是只有受洗的生命 不是只有面對環境的時候 我就是會退縮的環境 他用大自然萬物 來告訴我們 在這老練 在你的不斷的 你的困難的當中 你要生出一個 老練成文的性格出來 一直這個性格 一直這樣子 要帶出那個基督 早在創世以前 給你的盼望 在裡面 上帝用這個來告訴我們 我們經過淬煉 要得到他的榮耀的豐富跟盼望 今天這個經文 今天早上這個經文 再一次的告訴我們 我們可能 有面對各式各樣的困難 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 我立定心智 我想要在那個過程當中 排開 我想要在那個過程當中站穩 但是還是有各式各樣的事情 擊倒我 但是透過我們今天所讀的 這一段經文 一到五節當中 特別第五節 上帝已經把愛放在我們的裡面 把那個結果 把那個盼望 那個盼望的生命 放在我們的裡面 可能 我是在困難當中 我想要為主來揮出一個好好的球 我想要為主揮桿 為主打一個好好球 但是有時候受阻擋 但是要記得這一段經文 這一段話 上帝他透過愛 透過聖靈 在我的裡面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裡面 我們可能遭遇各式各樣的意外 我們可能遭遇各式各樣的困難 在你的困難的當中 但是 就如同我們剛才說的 《練我月經》的那一首詩歌 或者是 我們剛才用碳元素的 這一個比喻 來告訴我們 上帝怎麼看我們 上帝怎麼看我們 上帝不會使我們是丟臉的 兒 兒女 上帝不會使我們是丟臉的 是失敗的器 器名 他要我們向 透過主耶穌 透過聖靈來幫助我們 問題是 我們向他呼求了嗎 我們有沒有在各式各樣的 壓力的環境之下 就像我們一連串 剛才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沒有在這個過程當中 讓這一句話 刻在我的裡面 如同林書豪他爸爸講的 這段話刻在 林書豪的生命裡面 我們剛才的 羅馬 在羅馬城裡面的 那一群基督徒的 生命 為主堅持信仰的 那一個生命 也刻在我的裡面 我們用 一首詩歌 來回應主的愛 我們用今天的時間 我們要記得 我們在各式各樣的環境 主的愛 早已放在我們裡面 透過聖靈 一步一步的引導我們 祝我請你 使我心變化 更新 我執在築立 年天 永留 在名字外裡 我心中一切 溫柔 不將陪我去 不將陪我去 當中一半了 也會你不斷了 有 拥抱我 让祢儿围绕 心心引我 靠近你身旁 我的梦 降入银沾翅上 我要与祢飞翔 你生命与凝望 在你爱的答案 祝的起火焰 是我与你面对面 明白你的爱 能在我里面 感谢我心意 向我写明你 心 知音 和美人生命中 心 知音 和美人生命中 在你爱的答案 拥抱我 让你爱回到我 心 和 靠近你身旁 我的梦 降入银沾翅上 我要与祢飞翔 你生命与我 在你爱的答案 我们一起通信在父神面前来祷告 阿门父神 我向你献上感恩的是 主 你拣选我们 你动向买赎我们 你用晶晶的眼光 赴我们 主 我们也知道 虽然有时候我们处在各式各样 不同处境的困难当中 但是 主 我们像你说 你的爱早已放入在我们的里面 主 帮助我们 在每一次的困难当中 始终知道 主 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成为一个 合你心意 成为你贵重的器皿 主 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这一群 小群的基督徒里面 我们不只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生 是一个得胜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你 谢谢你 用不同各式各样的环境 开启我们的眼 帮助我们 引领我们 往你的旨意 更加博助你的美好 主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为这样子的事情 来感谢赞美你 我们这样祷告的是 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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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 阿们 阿们 阿们